哈克萨人加尔肯别克沃塔恩别克 一个多月前从新疆获释回到哈萨克斯坦 不久后 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每况愈下 并出现精神错乱 失忆等 甚至有时候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不认识 1月23号 加尔肯别克出门后 家人一直无法和他联系 加尔肯别克突然失踪 他的妻子只好手持他的照片 公开招人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加尔肯别克刚获释回家时 意识还清醒 他对妻子说 他在新疆集中营被迫注射或使用不明药品 加尔肯别克的妻子透露 加尔肯别克回家后经常在半夜突然醒来 做出无意识的罚站等动作 人权组织阿塔·朱尔特参与了寻找加尔肯别克 这个月24号 被找到的加尔肯别克说 他被一个没有头发 黄皮肤的人带走 但不记得其他细节 加尔肯别克被带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报告显示他的血液中 不明毒品含量为18.2耐克 每毫升 看那个照片 照片上的那个人是默黛黛的 我是第一身 我可以感觉到他就是不正常 从那个集中营里头出来的人 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方式 去对他们 对人的身体和他的精神 要摧毁他们 像给他们吃这些不明药物 像集中营的很多的想喝水 那你首先得吃药 把药吃了 然后给喝水 有些呢 就是逼着看着他们吃这种药 就是慢慢的丧失记忆啊 现在每天几乎在新疆的集中营都有人死亡的 家里面你要想埋葬这些人 你除非你签字 就说他心脏病 各种病你死了 阿塔朱尔特主席塞尔克坚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他们已收集数百个在新疆集中营 被使用不明药物 甚至进行药物试验的案例 现在已经到了中共这个地步 已经比希特勒的纳粹 还有纳粹 已经不是人做的事 我心里想是魔 去年8月3号 中国人权捍卫者与非政府组织发布联手撰写的报告 报告指出 到去年6月 被关押或者被迫参加所谓教育课程的新疆人 尤其是维吾尔人 可能达到200万到300万人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在去年7月26号的听证会上表示 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 加拿大东土耳其斯坦协会人员阿利木表示 中共极权政府已经把新疆民众当成敌人了 往后还会一步步的加强控制 阿利木也是一名维吾尔人 他希望全中国的民众都能觉醒 不要再被中共努力 而且努力争取做个自由的人 谢谢大家 阿ibt 欧视频 感谢观看